今天雨节又带您磕糖啦 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吴磊和周玉彤搭档的电视剧《爱情而已》啊 前段时间吴磊和周玉彤的吻戏花絮曝光 在微博首页清了一天 这段花絮只有三分钟 然后就反正就是少而不宜 因为感觉马上就要进入下一画面了 这三分钟都快成为一个梗了 大家对这段戏份是很期待的 当然这里面也包括我 因为这段姐弟恋还真的挺好磕的 不过我觉得这吻戏曝光的着实有些早了 因为据说是喝酒以后开始的 所以每次看到他们喝酒就想 是不是快要来了 最后等的花都快谢了 就好像清清日常 六少主白静婷一喝酒就变身 就亲女主 《爱情而已》等到了21集 吻戏终于来了 可是第二天起床 却被姐姐搞砸了 唉 不得不说 吴蕾在演这种小清新的电视剧时 就是非常不错的存在 那没眼间的神情 我都觉得吴蕾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演员 她一直被视为国民小鲜肉 然而其妈妈一直保护她 不拍亲热戏 直到《爱情而已》这部剧中 她首次拍摄床戏 引起了众人的期待和热议 可惜的是 观众们期待已久的床戏 只播出了30秒 引发了不少的抗议 后来经过大家的反应 三分钟完整床戏 以及幕后花絮终于曝光 在正片里的反茶萌形象 和幕后花絮里的二次元模样 稀奋无数 与女主角周宇童的甜蜜互动 让许多网友无法自拔 使她成为上周热度榜冠军 成功几下上个月的人气剧 《归录》里的陈晓CP 有一场戏 是吴磊和酒后的周宇童 发生关系 在拍首部特写时 吴磊一个不小心 拉掉了周宇童的内衣肩带 在导演喊咖后 迅速将肩带和外套套回去 慌张模样 全都被拍下来了 让网友哭笑不得地表示 这段怎么那么好笑 这手迅速保护姐姐 多一秒都不想等 是好有安全感的弟弟 让观众们对她更加的喜爱和尊重 不过有些网友 仔细看影片之后发现 吴磊在床戏中有些害羞 甚至屁股翘得太高了 让人不禁想笑 但是大家对这位年轻演员的表现 依然充满了期待和鼓励 认为吴磊的表现非常出色 而她的第一次经验不足 也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 吴磊在《爱情而已》中 饰演的角色宋三川 也成功拿下了 4月第一周的角色榜热度冠军 由此可见 观众们对于角色之后 在剧中的发展 有着高度的期待 并且给她在剧中的表现 有着相当大的肯定 吴磊在正片中的样子 让许多网友沉迷 她在幕后花絮里的互解行为 更是让剧迷无法自拔 使她成为广大女性心中的 四月男友 在这部剧里 吴磊把年下弟弟的那种 对姐姐的仰慕 爱慕以及在意的小心翼 拿捏得很好 明确心思之后 又有边界感的相处模式 以及小心翼翼的试探后 得到肯定回答的窃喜 众所周知 姐弟恋拿捏不好 容易油腻感爆棚 但吴磊和周玉彤 这种火花就很容易让人上头 阳光型运动员 和善解人意的经理人 直接的互动 谁看了不说一句 磕到了呀 特别是有网友爆料了 两个人在后期剧情中的 吻戏互动 吴磊奶狗型的侵略感 以及独占感 直接让人喷鼻血的程度 弟弟终究是长大了呀 但是别看吴磊和周玉彤的合作 是侵略性满满的姐弟恋 但是他和赵金脉的合作 又是属于年上的隐忍克制 又有按捺不住的腹黑小心机 吴磊和赵金脉的新剧 在暴雪时分还在拍摄中 今天就被曝光了 新鲜路透 动图中的吴磊 双手环抱赵金脉的腰 赵金脉小小的被慵懒在吴磊的怀里 吴磊的大手就这么的抱着人家的脸 在周玉彤面前的小奶狗 瞬间就成了赵金脉面前的霸走味道 就是说吴磊不管是姐姐还是妹妹 你都可以啊 最近两位演员为该剧进行了宣传直播 并且分享了在拍摄期间的趣事 据吴磊透露 当天他和周玉彤又要拍摄一场亲密戏 并且还有激烈热吻 拍摄时 他和之前一样深情款款的 对着周玉彤说着暧昧的表白词 没想到意外却突然发生 他的两个鼻孔流出了两管鼻血 一旁的周玉彤瞬间被逗得崩溃大笑 接受采访时 他还哈哈哈哈的笑个不停 并感叹地表示 这还是第一次有男生看着他流鼻血 吴磊也跟着大笑 看他的虚荣心爆棚啦 其实 据小编了解 由于拍摄时正值夏季 加上体能训练强度比较高 吴磊经常流鼻血 此外 吴磊在去年的电视剧《星汉灿烂》中 与赵露丝搭档 也曾创造了爆棚的CP感 让观众们深陷其中 然而 爱情而已中 他与周玉彤的姐弟恋情节 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新鲜感 观众们发现 这对CP不仅仍设有新意 而且相遇及其他的桥段 也十分的新颖 令人惊艳 这也进一步证明了 吴磊的演技和收拾号召力 令人期待他未来的表现 与此同时 我们也会好奇另外一件事 剧中的周玉彤和吴磊 那么甜的情况下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吴磊和周玉彤在现实中 也能跟着走到一起呢 首先 很多观众看了剧之后 都觉得 现如今的主动权 是在周玉彤这边 毕竟她是女生 很多观众就会本能地认为 主动权是在周玉彤这边 但实际上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事实上 周玉彤才是被选择的一方 真正的主动权 其实在人家吴磊身上 因为现如今的情况下 周玉彤的条件 完全不占优势 尤其使年龄方面 更是硬伤中的硬伤 因为很现实的事情 周玉彤也不年轻了 她是94年的 换算成现在的年龄 也就意味着 她今年满打满算 已经29岁的年龄了 年龄完全不占优势 而吴磊今年也才24岁 换言之 只要吴磊愿意的话 完全可以上演一段 姐弟恋 但请注意 这里的前提是 吴磊会选择周玉彤 有人肯定会说什么 是因为爱情 我觉得这番话 放在我们这些 普通人身上的时候 兴许还能说得过去 但是放在娱乐圈 这样一个极其现实的地方 恐怕还真的做不到 娱乐圈的现实程度 超乎我们的想象 尤其是男明星 他们在择偶的时候 如果真的是冲着结婚去的话 大概率是不会考虑 那些圈内人的 就像隔壁他哥胡歌那样 会选择找一个圈外人结婚 绝对不找圈内人 哪怕真的考虑圈内人了 也得考虑两个人 接下来的合作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旦艺人之间公布恋情 难免会让双方的资源 也开始捆绑到一起 很现实的事情 艺人之间的合作 是非常讲究关系的 再加上吴磊 绝对不会傻到公开 而是会选择敲咪咪这么干 因为公开意味着自己的事业 搞不好会彻底完蛋 毕竟隔壁陆涵和关小同意官宣 后来什么情况 大家不是不明白 所以现阶段的情况就是 吴磊大概率是不会随便公开 和谁谈恋爱的 哪怕是周宇彤也不能这么干 因为很残酷的现实就在这里 一旦公开 意味着双方的资源会进行捆绑 再加上利益的问题 尤其是吴磊 他还处于事业刚发展的阶段 也就意味着 他但凡干了什么有损形象的事 必然会遭到反噬 吴磊绝对不会傻到这个地步的 此外 吴磊在不同电视剧中 与不同的女主角搭档 都能创造出十分抓人眼球的CP感 进一步证明了 他的演技和收视号召力 他的表现也让人期待 他未来的表现 希望他能够继续努力发挥 自己的演技和吸引力 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